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 今天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 非常有特点 这条消息告诉我们 中共中央宣传部 以及其他有关部门 正在焕发新的记者证 这是网络的图片 新的记者证 也就是在2019年12月2号 到2020年3月31号 这期间 所有的国内 大大小小的 几集的新闻单位 都要把记者证更新一次 这种更新五年换一次 但这一次 实际选的非常有意思 很值得研究 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换记者证 可能没从事过新闻工作的 不懂这里的奥秘 因为现在是个关键时刻 我们知道 习近平搞了一个防疫领导小组 成员当中 有两位大将是主管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负责宣传工作的 一个是 就王沪宁啊 还是副组长的 另一个就是黄文明 宗宣部部长 那么这些人都是在严厉的控制 这个官媒啊 官媒包括电视台 电台 报社 网络等等 出版社 也就是说呢 中共这一手抓着枪杆子 军队和警察 不老是抓你 杀你 关你啊 另一只手就抓笔杆子 平常就洗脑宣传 把人搞得晕头钻向了 那么自然而然对记者的管控啊 就进一步增强了 因为记者编辑啊 是中共这个喉舌当中的从业人员 那他怎么管理这个人员 一个是通过这个物质生活啊 把每一个记者编辑都给了 搞一个这样的级别 每个级别的物质待遇 让你为了这个油盐降醋啊 这个让你这个 为了乌豆米遮药啊 就不得不 这个为了养家糊口啊 这个失去原则 迎合中共的这种要求啊 上级的指导和要求 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更不敢抱着生活当中的阴暗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通过发这个记者证的方式啊 限制你的这个采访的自由啊 和你的行动自由啊 因为这个证件 非常重要 你没有证件 没有采访权啊 你到了各个部门采访的时候 被你采访对象 首先要向你提出出四证件 就像警察 让你出四警官证啊 你拿不出来 老百姓肯定不愿意了 记者是一样的 我都有这个体会啊 过去到这个基层去采访 这个我在大雷日报工作 五年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 你到哪个工厂 企业农村 机关学校 人都问你 你是记者证件 给我们看 那时候就拿出记者证来 但是那时候记者证 是由这个报社本身就可以办法 比较简单 现在不一样 控制特别严 而且每隔五年都要什么呢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核一次 这个还要更换 这一次就更换来历 来得更是不是时候 我们知道现在正是疫情 这个一个关键时刻 也就是说呢 中共的官媒 在一再的掩饰 就是整个疫情的一些状况 包括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 那么海外呢 是报道当中 披露了很多的负面新闻 甚至有些视频节目 音频节目 显示出就是说 中共的这些地方领导人 无私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疾苦 甚至特别的这个草菅人民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疫情 出现的最初几个这一段事件内 那么蒋朝良当省委书记 网友都做生长 那么在武汉 那就是周先旺 和马国强领导下 这段事件应该讲死 出了很多 这个人道的灾难 这方面在过去的视频当中 很多的网友在海外都可以看到 我这里也不去赘述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有很多人 这个埋怨 甚至指责 这个官媒记者不去报道 这个我想 很多人不了解官媒 是怎么回事 你想就拿记者证来讲吧 他现在这个时候 正在换记者证 换记者证的时间 比较长的 而且要分批换 根据网络的消息 是先给那些领导 这个报社电台 电视台 这些领导 换记者证 然后再给下边的一些 从业人员换 换的过程当中 还要有一部分人 不能取得记者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里讲到 就是有些人 在这个表现当中 这个新闻采访过程当中 存在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叫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这个违规申请 新闻记者证等 那什么叫新闻敲诈 那可能有一些 的确有些媒体工作人员 借这个机会 到企业去 这个开邮 去这个索贿 拿些好处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就是因为 有些记者 记录了生活的 一案名 所以他就给你 强加一个罪名 假新闻 比如说前几天 财新网报道的 武汉一个福利院 有很多老人 患病得不到 治疗死去 当地媒体还说 这是假新闻 结果后来怎么样 证明人家拿出证据来了 拿出名单 死亡者名单 结果最后官方马上 这个变了调 那同样的 李文亮当时 也是在微信群 当然他不是报道了 他仅仅是微信群聊天 担心自己的朋友 同事 这个感染病毒 所以提醒他 没想到 那警察还给他抓到 派出所去 做笔录 对他进行恐吓威胁 还拒绝回报 那也是打压 这个新闻采访 只不过他没有记得证 他是言论 网上发表的公开的言论 那么记者 随于专业采访 也就是说 他如果本身比较正直 这个感言 而且业务能够强 深入第一线 就能采访 特别的及时的 这些报道 敏感的报道 但是总共当官的不允许 他就用这个条 给你强加个罪名 说你造谣 假新闻 抓住你这一点 就可以呢 不欲换法新闻记者 这很厉害 你就把你的饭碗砸了 那么你没有了采访记者证 有可能也就失去工作了 也可能保留着工作 只是在这个编辑部里打杀 给人端茶送水 做做后勤等等 那心里都很无能 所以说这次他这个换记者证 我认为 他就是针对目前这个敏感的时期 故意打一个事件差 让这些记者 批一笨命 你们正在等待记者证 当然你就不可能出去采访了 而且这个 发记者证 发给谁 不发给谁 什么时候发 都是上级领导的决定 那领导肯定就要看 哪些人表现好 哪些人听话 哪些人是唱颂歌 哪些人挑刺 那肯定挑刺 人就给你斩缓 或者根本不发记者证 对那些唱颂歌的 那些两面派两面人 溜续派瓦的 他赶快给你发个证 知道你拿证以后 也只能去 随着官方的指挥棒跳舞 带着锁链跳舞 你看今天 我看 网组新华网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 这个一个主任 他讲到什么呢 他讲到现在是 三菱啊 方舱医院三菱 怎么叫三菱 零感染 零死亡 零回头啊 你相信吗 我肯定是不相信 你想那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怎么能零感染 互相感染 这个是很正常的 他零感染 他竟然敢这样报道 而且零死亡 那么零死亡的话 为什么前几天 这个李泽华 公民记者李泽华 这个采访的一个镜头 显示 有这个青山殡仪馆 把这个 这个尸体啊 搬运这个工作 承包给了一个包工头子 他为什么给包工头子 包工头子还要悬赏 还要这个招聘人员呢 向外地招聘搬运死 搬运尸体的工人 那就证明死的人特别多吧 肯定不正常 你看他竟敢这样报道 零回头 零回头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出去以后 再没有再回来 再没有回来住院 彻底治愈了 是这样吗 我对他这个 叫马小伟啊 国家卫健委这个主任 讲的是三菱啊 我估计也是造假 竟如此讲大话 骗老百姓 怎么可能呢 如果像他讲这样 那现在就已经 这个取得了 这个防疫工作的 彻底顺利了 可以不防了 我们知道现在 整个这个 这个武汉市 16家这个房仓员员 一万三千多个床位 他竟然披露了一个数字 说是现在控床有 五千六百张 就是床等人 但是你看 这个网上那些视频 这个报道 通过这个 陈秋实啊 还有这个李泽华啊 这个方斌 他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 很多老百姓 患病后 这个就医 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公民的记者啊 这个来逆捕记者 官媒记者 缺位的工作 他们展示的材料看 根本不是什么回事啊 此外再看 现在一个著名的 武汉的女作家叫方方 她写的日记啊 那日记还是比较真实啊 她是个作家啊 用自己的眼睛 而且她没有采访权啊 所以说她看的范围 非常有限啊 仅仅是局限于自己 居住这个小区啊 那么即使是这样 也可以看出 这个防疫工作 漏洞是太多了 并非像 中共官媒 吹吹南洋啊 他们就像 用什么欺骗的办法 误导老百姓 要想复工铺产啊 那么就宣传行事大好 然而放租警惕啊 等到人们 这个病情蔓延泛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又走另一个极端了 就是干什么呢 封城 任何人不让出来啊 甚至把小区 这个外边出行的 这个门洞的大楼 这个门洞里边 这个铁门都用 这个汗条汗上去 非常看来的名人 就是厌恶啊 给人这个生命啊 这个不当回事啊 你看这个17号令和18号令 赵令西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严防死守 根本都是有漏洞的 形同虚实啊 所以说造成这个 武汉女子监狱 这个姓黄的女士啊 能够这个单道直入啊 一路顺风 从武汉直奔这个蔡奇 统治下的这个北京啊 你通过这个事 也可以看到 中共官媒也整天都在撒谎 吹牛啊 明明现在这个 这个疫情蔓延了全世界啊 招致了韩国日本 等许多国家的危险啊 造成了意大利封城啊 但是你看 官媒还在讲什么 习近平战国大义啊 还在歌颂大好形势啊 把这个一场悲剧啊 当成一个这个赞美司啊 在颂扬啊 大言不惨 厚言无耻啊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肯定这个治理的这个重点的人群是什么 就是新闻机制 所以这次他唤发着全国的范围里 这个记者证了 分三批啊 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啊 他们的目的是 就用这个办法来拖死这些记者 让他们没有这个采访权啊 让他们全部的闭嘴紧声 然后呢 就任凭着什么 官方选的那么几个记者啊 然后这个用虚夸的 虚构的啊 这种情节啊 用华丽的语言啊 自欺欺人啊 欺识到鸣啊 那这边呢 这个整个的疫情啊 在继续的蔓延了 所以说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啊 只能招致啊 更大的灾难啊 那么今天的另一个海外气谈节目 就会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外的收看 谢谢 再见